臺灣市議員楊詠昌與地方居民 一起站在厚里排溝旁研究並討論 地方表示 這排水溝的水 只要每次遇到大雨來臨 就會因為排水不及而易流到路面 流近臨近住家 讓居民是備受困擾 當然是大水管就是流汗 我們都管到這邊頂上去 不只要要求水流汗 我來修理這條架 對不對 就是消費去消費去 問題是消費去 現在如果流到大雨 流到大雨 這裡就聽好夠準 這裡就聽好夠不夠 對對對 那旺陽大海這樣 他們要到他們來臨場 看多少錢就好了 這已經幾十年了 我回家做三十幾年了 到現在要不改善 要不然就好改善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電火溪六號橋 部分的堤防也遭到 溪水不斷的沖刷破損 地方表示 這兩處的區域排水設備老舊 加上排鉤酒未清淤 讓他們十幾年來長期飽受淹水的困擾 因此明代也找來市府和農田水利會等單位到場會刊 希望可以尋求解決之道 目前我們現在看起來 當然在南平已經就不容易脫脫掉了 但是水土地 堪的水土地 所以在水土地大家在爭執 還有水利的土地也去旁邊八十幾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 是不是可以把水利會的土地訂出來 拜託水利會把土地給市政府來做個整治 經過溝通與協調 電火溪六號橋上游提防被掏空等問題 將由水利局列入年度預算派工改善 至於後裏排鉤水患的問題 近期會再派水利會前往研究原因 再進行後續的工作 來徹底解決並改善居民長久的顧及 既有王盛炫台中採訪報導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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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遇 Rim 極端 耶穌